咱们这个小地方 出来进去有头有脸的 就那么几个人 你现在啊 可是现场的秘书 妈妈也不是说 让你去告办个谁 可是人总得往上看吧 这江霞的爸爸你也认识 他是光明义中最好的老师 妈妈在人大 你是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这两家有个相互照应 多好啊 来 把你给剥了 你现在啊 可是最舒服的年龄 饿了回来 吃饱就走 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 那以后呢 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 等结了婚 有了孩子 孩子谁给你带啊 这带孩子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是一秒钟都离不开人的 有个住得亲的亲家 跟我在一起 给你们搭把手 这解放的是你们自己的 饱了 你看每天都这么忙 老实加班 今天刚好有空 妈妈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下周呢 让你爸回来一趟 我们跟江霞一家 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 别让唐阿姨整天来回地传话 江霞那边 你主动一点 先约她一下 我有女朋友啊 我有女朋友啊 我跟你说了 不可能 以后这种话再也不要说了 除非我死了 否则这个事情 她永远不行 谁给你电话 我的电话名 谁啊 你自己看 阿姨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好想想啊 我这刚吃完饭 我把我们的方案 给几家风窝看了 有意向有意向 我觉得你可以做好 辞职的准备了 黑师傅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晕了下周一 再去见面 我准备改细备了 你有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后半部分 都得细化 我得先把我这边的 调研资料细化一下 你先辛苦一下 明天晚上我见你吧 不过我得提醒一下 我们也不要太过关了 今天我调研了一家 新开的洗衣店 创业遇到的困难 比咱们想象中大得多 所以说啊 实际体现肯定是没落了 咱们就是顺应实在的趋势啊 兄弟 先给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啊 这个食品举报的火锅店老板 本来是像在我们光明县 开一个分店的 但是整整两个月 这个营业执照才下来 人家等不了了 去省城 申请的时间比我们晚 但是分店已经开起来了 说句实话啊 除了银行电力 我们光明县还有几个像样的企业 平时看着都是大老板的样子 但是到了年底 税收这个数字都提不起来 其实最怕就是这样 小钱瞧不上 大钱他挣不到 我们领导干部也一样 善待小微企业 中央已经是三令五身了 那话又说回来了 你这个优惠政策下不来 税费过高 经济环境一差 你大钱小钱 人家都不敢来 小哥书记一直在强调 要破釜沉舟 那么现在 我们就是备选一战了 按照县委部署 县政府由常务牵头 对所有现行的收费项目 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 昨天我安排政府办的同志 做了一个调研 报告已经给小哥书记了 接下来我们邀请政协 委托各个委员 还有奶牛行会的 天佛 别往江夏做调研的了 你俩要进展 对我们的所有的 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进行一个全面的 先吃了我个蛋操心 我们是同事需要帮忙 尤其 我自己也想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你还不承认 原则上就是四个字 方便群众 小哥书记我收完了 转一下 转一下 我刚来光明县的时候 国道上的探头 比现在多一倍 限速从八十 直接降到四十 踩不住刹车 就要被罚款 验过拔锚 投资的 旅游的 跑运输的 都躲着我了 现在好一点 人家愿意来 我们又开始关门打鼓 营商环境的打分很漂亮 但是企业再用脚投票 我们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我去喝碗羊汤 老板不肯收我钱 还硬塞给我两包烟 城管的人来了吗 你们烟影大 一会儿这个烟你拿回去 关于餐饮企业 被工商局窗口 百般刁难一事 经组织核查 认为工商局局长刘亚军 管理失职 根据相关规定 给予行政纪过处分 办理业务的相关当事人 通报批评 这件事情 给党和政府抹了黑 我再重申一遍 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 一律从严处理 你们手上的这些票据 各个单位逐一认领 凡是额外的罚款 一律退款 信访就要收一个信箱 以后只要是政府相关部门 有不正当罚款的 可以公开上网 公开要账 我们要留下一个好的企业 多不容易 更别说引进的 还有审批 不要再让人一趟趟地跑了 行政服务中心要彻底改革 减少审批缓解 缩短审批时间 这些事情搞不好 官僚主义 刑事主义 全出来了 会后各执法部门的一把手 你们要把协议书 亲自交到企业和商户的手里 以后凡是协议上 没有的收费项目 商户和企业都可以拒绝 市场整顿 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干权关系 是我们工作到不到位 最直接的体现 这里重点表扬一下陆泉香 他们最近的围炉液化 效果非常显著 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 解决了不少问题 这种干群模式值得推广 来 我书记 要多总结经验 我再提一下创位啊 创位的出发点是好 把大街扫干净 那肯定比脏乱差强吧 传染病也会减少 所以政府不仅要做好宣传 还要做好表率 我们要让大家清楚 创位的初衷 是为了让大家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不是为了应付检查 做表面的工作 这个事情李唐部长 你要抓一下 好 李书记 老林 河道污染的发展怎么样了 我都布置下去了 也不知道这两天 他们盯得怎么样 我也没来得及分 实在是太忙了这两天 什么事情那么忙啊 县县县 林志维都催不动你啊 没没没 不过今天得到表扬了是不是 应该恭喜啊 你搞的那个叫什么 叫围炉夜化 请县县什么时候 到我们这儿来指导一下工作啊 李会长 请您一起过来啊 好 我谈两事 谈两事 走 上去那儿带我 我还以为你有钱呢 就不用跑到那儿躲着了 现在三轮整只大刀扛下来 我自己在那儿待不住啊 创建文明城市 构建美好家园 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哦 创建文明城市 构建美好家园 和鞋的家园 美好的城市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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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林发郁 林发郁 秦尔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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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 姓俊 帅 我 你们 κι收 ti착 李宗盛 医生所没人吗 给董大夫打电话了没有 行 那我过去看看 你在家等我啊 好嘞 能够让梅书记在全县大会上 当面亲口点名表扬 不容易啊 说是夸我和乡长呢 其实都是你们的功劳 你们的功劳 干群关系 党群关系 要让鹿泉乡的每个村的每一条狗 都认识咱们的乡干部 这一点 我很自信 连书记还说呢 说让我总结一下工作经验 其实啊 很简单 就是乡干部 如何跟村民打交道 这么一个课题 如果你对村民不熟悉 不了解 那很多工作上的麻烦呀 就会甩给村干部 比方说 如果有人上房去了 那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姓什么 叫什么 家里具体什么情况 你怎么做工作 你怎么调节 是不是 那再有 如果发生群警性事件了 那几个带头闹得凶的 如果你认识他 你马上喊出他的名字来 当时就能老实 所以说呀 乡村呀 还是个熟人社会 有人情 有面子 人嘛 都是讲感情的 对了 那个城岭村的那个叫刘喜的 后来怎么样 没再闹事了 他就是炸火 那么懒 一让他去上房 他都不会去 所以说呀 搞好干群关系 党群关系 梅书记用的就是这种 跟群众座谈的工作方式 榜样已经竖在这儿了 咱们必须用头赶上 所以这个城岭村的 维露液化一定要抓好 抓盐 抓紧 而且要升级 要三级农家 法兰厂是硬的 维露液化是软的 这一软一硬啊 就是咱们鹿泉香的品牌 先给你们透露一下啊 今天晚上 梅书记要来参加 咱们的维露液化 好 都先别说出去呢啊 业云 丽星 回头你跟小姐姐一块儿 跟三宝对接一下村里的事 好 村主的人只要在家的 必须都来开会 除非难产生孩子的 都得来 不行 下午您也早点过去 跟三宝跟您一块儿 在家的村民啊 都组织起来 把您一块儿来开会 好 好 人也坐也好 行 行吧 放心吧 好 好 来看看啊 书记 还是那个给村里捐书的事情 局里支持的力度很大 把光明一中图书馆的 自治通鉴都要过来了 一直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放着 人都快进不去了 村咱们抓紧时间 把捐书仪式的日期定下来 大概多少啊 两千册总是要有的吧 周末的时候我回去整理过 目录也拉出来了 一共是一千九百三十四 不到两千册 这么多书 拉过来之后放在哪儿 怎么说 也是人家的一片爱心 总不能就放在地下 等着老鼠啃吧 不行 把那个村文化脚先收拾一下 实在不行就扣一扣 那个 关键是 月底我就回局里上班了 说句我是怕这个事情 竹村期快到了 还有二十一天 这个三宝这两天也不是跑哪儿去了 就是没见到他 你要是看见他 你跟他说一下 这个清河上游的水啊 现在里面都是猪把吧 钓到鱼之后啊 让他自己游着吃吧 就别老给我送 走 林书记 有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该问不该问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开会的时候 或者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 叫来有书 你说说我跟你爸 你三年就要捏功夫了 跟你们这家人呢 关系这件事太熟了 你说 就是捐书那个事情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看乡里和村里 都不是太热情 是不是哪个环节 我没有弄好 好 首先说呢 你这个事肯定是个好事 你想为村里多做点贡献 给村里呢 多落点实惠 是吧 但是呢 就是说 捐书这个事啊 他 手打不大 当然他也不是小事啊 你也拿瓶水 坐坐 我说 教育局限爱新 捐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图书 这个活动的时候 人家的局长肯定是出席吧 对啊 局长出席 咱们的县委宣传部 那就得出任 县广播电视台 还有光明一冲的校长老师 是不是都得出席 那到时候你那儿可是高棚满座了 你可不能简单地拉一个横幅就算了 你仪式在哪儿搞 会台谁来搭 锣鼓队要不要请 中午饭怎么吃 借贷规格是什么标准 你问三宝的时候 他没问你这经费由谁来出 事肯定是个好事 咱们要做 就是做之前吧 你先拉份预算出来 扶贫的事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有人半夜里 要买个药 要修个水管都要给你打电话 屁大点的事 都会麻烦干部了 干群关系肯定是比我刚去的时候好太多了 你们村那个叫刘喜的 现在你不请他喝酒 他还不给你签字啊 他 他是有点问题 前几天我去他家买农副产品 消费扶贫 结果他提前花了三十块钱买了只鸡 非说他自己养的 要卖我一百五 干脆我也不买了 用皮鲜来的钱给他买了鸭苗和鸡杂 这样的人不多吧 就他一个 有些人呀 他天生就是懒 烂泥扶不上墙 你还不要总去扶他 什么时候让他 叭哒一下摔在地下 没摔死 拍拍屁股没事 他才会继续往前走 干净关系打分表那个事呢 你也不用太担心 只要把围炉夜话搞好了 一白遮白照 谁还能说什么 明白 老板 老板 一会儿下班上早上走 咱村晚上围炉夜话 我们现在就在围炉 夜什么话呀 朱大 晚上你也去啊 好嘞 下班上早上走 哎 干嘛呀 没露夜话 没什么炉 没下地啊 他吃的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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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婶儿 中午吃饭了吗 吃过了 吃过了 就给你拿药来了 好好好 婶儿 是你的 好好好 谢谢啊 朱老旧是你的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我回去吃药的时候 让经理给你看着点 好 别吃错吃多了 好的好的 到时候惹大麻烦 好的好的 二叔你 好 过来 张大爷 那个你要的那个药啊 箱里面有 你这样 你这个卡先放我这儿 我们周末的时候 我回县里再给你找 好 你忙吧你呢 然后咱晚上七点半 都别忘了 到村西头小肝场集合 好 好 我们记着啊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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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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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走了以后又拉没拉 拉了几次啊 没拉 恶心吗 我给你开了点药 怎么吃我到时候给你写上 你绕着上面吃别吃错了啊 这药啊肚子疼了再吃 肚子不疼就别吃 饿不饿现在 你这么一说多少好像还有一点 这就吃的是什么也就是 你中午吃什么了 没吃 晚上去村合您的晚饭吗 想吃啥 方便面 行 行啊 跟我回村友会我给你泡去 我再给你夹个火腿肠 你怎么不说夹个卤蛋呢 我表舅家一样是负贫 人家县市有局包护我见面就给钱 一次五百 发的这些秘密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 走走走 我这腿疼啊地都下不去 你帮我去把 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 还在村友会呢 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 要统装呢 好 好 快看一下啊 小哥 看一下 算了啊 什么不懂 大姨 十二 来 好 好嘞 好 来啊 好 给 给 来 谢谢 来 我妈呢 妈去乔水家帮忙 一会儿就来 家里没给人做饭 你要饿死我 我从香食堂给你带着包子 你吃吗 你吃我给你拿去 家里头说一下啊 和父母说一下 别上当心了 林书记 这边的话都准备好了 我又跟家里说啊 好好好 好 我这边呢提前的话 我倒从口去迎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不是 刘喜说他腿疼来不了了 还是想把下个月钱先值了 他值你鬼 值 你赶紧让他我拱过来 今天什么时候他心里没数啊 别把我热闹了 热闹了把他们家烂门拆了 你快告诉他 去去去去 好 乡亲们 今天梅书记也参加咱们的 维路验话来了 咱们鼓掌表示欢迎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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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书记是重视咱们今天这个活动 才亲自来参加 那个照理说呢 应该请书记给我们做几句重要的指示 梅书记你还是说两句吧 还是乡亲们说吧 好 书记是体谅大家呀 怕耽误大家回去休息睡觉 领导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我都感动了 小丝 你这手机是不是新买的 还不会关静音啊 赶紧把声音关上啊 快开会了 谁带着手机呢 把声音都关上啊 开会了 注意点啊 跟领导汇报一下 我们乡呢是这样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深入农户 周末呀 就在这村口举行座谈 消除村民之间的矛盾 纠纷困难 现场解决 现场办公 是 同时呢 又给群众公布一些 致富的经验和数据 真正做到干群面对面 其实啊 私下里我跟我的那些 相干部们都说 你们让让每个村子 每一条狗 都认识你们 见头你们呀 不许叫 只认着雨吧 说说吧 谁家有什么事 都说出来 啊 这个书记来了就都不说话了 谁家有什么事都说说啊 那个书记啊 我们家有两只鸡 从昨天开始都打蔫了 我就怕得上禽流感就不得了了 这事你们管不管哪 管 管得管 这事得管 那个三宝科系下来 有有有有 我都跟那个兽医站联系一下 让他们连夜排查一下 有有有 那就好 那就好 前几天 相办公室还飞进女之蝙蝠 不知道今天穿我根好了呗 根好了吗 听说中央给了政策 投贫攻坚 每家农户能分钱 像我这样的能分多少 什么政策呀 你听谁说的 网上呀 手机上都有 南边都开始发了 那是南边 发了呀 你现在在哪儿呢 各个省都有各个省的政策 别听见了风就是雨点子 要真有什么政策 那肯定是我先知道啊 你呀 活都不干 就想着要发钱 发什么钱呀你 还有谁家 有什么事 欺负人打人管不管领导 许红 许红啊 下午不是跟你调节过了吗 那调节有用吗 你们一走了不还那样 不是 你看你 你说这干啥呀 你直接报警呀 你那么有理 为什么不报警呢 一个一个说啊 二嫂先说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家好 见不得别人家盖大房子 你家要是弄个房子 他就处处给你十半子 给你搅个黄子才高兴呢 有事说事 他们家是那种土房子 大家都知道 那地铁早就不行了 下边全是石头和沙子 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我们家重建的时候 那扒房子勾机下去深了点 扒塌了他家半间 那就协商解决嘛 那三宝叔当时你也去了的 行行 我 我是气了 气了 那协商结果就是 重新再给他家盖两间新的 一家出一间的钱 你这个问题是协商了 没问题 我们家人口多 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你说你这盖这房子盖多久了 到现在都没有盖好 我们一家人往哪儿住 你当初说好的一家一半的 那隔了一夜就变卦了 非得让我们家七他们家三 低级也不让打了 你说那院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还让我给他画二十公分 你说这不是得寸进尺吗 是 抄抄起来就动手 你看 李叔你看看把我这挠的 他媳妇跟我挠的 大家都看看 我给你说啊 就你这张抓你都算抓得轻的 你咋不知道 干什么 干什么 喝醉了酒 哪有菜头砍我的是谁 是你爸 那咋不砍死你呢 你再跟我说一遍 坐下 说起来 没啥可说的 你让我没饭吃 我就让你拉不出事 就这么说 你说什么的这些 扣他 三宝姐坐 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 断官司的事 那还是得交给法律 是 是 你要是觉得村委会 调解得不起作用 那你就去报警 对吧 如果公安觉得这个事 不构成犯罪 人不语力啊 人家不管这个事 那就得我们乡镇管 可有一样 不管是谁管 就给我记住一句话 谁也不许打架 动手之前 你们可得先考虑一下 这打架的成本啊 这事要是小了 赔点钱完事 这事要闹大了 坐牢 住院 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们 还有个事 也是你们村的吧 那是谁 咱就不说他了 那天下了场大雪 到房顶上去扫雪 结果扫到邻居家院里去了 本来两家官司挺好的 就为了这个 就打了一架 结果县医院没治好 乡医院更治好 最后再省人民医院 把这个断了的金给接上 你问问他们俩后悔不后悔 这种事以后不能干 你们两家也都是有孩子的 你们做这些事 让孩子怎么看 你们就不能给孩子 做点好榜样 都算了会之后 你两家都别走 我也不走 咱仨一块儿 咱把这个事给落实了 好吧 对不起 阿叔 还有谁家有问题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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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这 那个差不多了 其实好多事 都已经解决他差不多了 对对对 那既然没什么矛盾了 咱们就说说挣钱的事 开会之前呀 有人问我买什么种子 依我说 市场需要什么 咱们就买什么 市场什么值钱 你们就卖什么 这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啊 那个什么 到底是什么呀 去年相为号召大家种瓜 还把种瓜的面积下了命令 也就是说家家都得种 对不对 可是秋寿以后 那根本都卖不掉 那个西瓜堆得 就像是个小山一样的 后来就全烂了 我们那时候是天天吃瓜 炖炖吃瓜 我媳妇吃的是越来越瘦了 后来到医院查了一下 都烫尿病了 哎呀我啊 你老婆吃出烫尿病了 我老婆都吃跑了 你给我闭嘴 你个懒汉哪儿是老婆 走走走 你三宝叔 天天把吃不完的西瓜 天天往我家里搬 一进门全是烂西瓜味 女人来了就怕了 政府可得陪我个老婆呀 闭嘴啊 走走 反正 你们的话我只能是反着听 你们就要种什么 千万不种 箱里电话 你等一下啊 我看有什么事 刘姐 怎么了 什么材料 那行那我到家就给你 就给你发啊 好嘞好嘞 我在村里呢 赌茶组不下桌才来吗 你现在就要啊 也就是喝口水的时间 把他饭就吃了 那饺子有点麻烦 咱就吃手感念好不好 我今儿肚子饿得早 下午的时候 在香食堂 喝了粥过来了 现在这肚子还鼓着它 咱约下次 下次的 咱赶上哪次是哪次 你能总来呀 你们是不知道啊 他爸爸那个实话 不管是松花肥啊 看种子啊 都是在我们家 吃口饭才走的 妈 妈 书记还有事 改天再请书记过来啊 姨啊 说实话 您抱的这个 槐花馅的饺子 我真是好多年没吃了 这样 下次我提前给他打电话 咱约约 对对 我真该走了 您保重身体啊 来 来 那行 书记 好 再见 来 再见 慢走 你可一定来啊 行了 别说急啊 你看 咱们是不是从小会坐会儿 刚才那两家人都还在吧 在 在 在 你先去 我这就来 好 好 那 三姐你抓紧回家啊 好 你跟梅书记是从小长大的 就听你们说起吧 这 加个微信吧 拿个鸡蛋 这个够了 书记 给陆全乡的围露夜话 提列了四个围 围出了感情 围出了稳定 围出了发展 围出了希望 计划从下个月起呢 在各个乡镇开始推广 不用等到下个月了 这是好事儿 尽快够了 那行 今天下午就给她宣发出去 好 这河洞箱 沥水又没一个 怎么回事啊 是啊 十岁岁的孩子 奶奶当时倒地儿就不行了 这个防溺水啊 其实就在训期前几天 中考结束之后 这是有规律的 留守儿童最容易出问题 还是得吆喝 多吆喝吆喝 能挽救一个家庭 也算是既得行善吧 村里的留守老人 对孩子没有约束力 安全地宣传教育 主要还是得搞学校啊 这现在的学校 也不敢碰孩子呀 只要放在过去 那孩子不听话 你给两巴掌 孩子直到疼 就不敢了 这下河游泳的呀 就是那些挑剔导弹 水性好的 拐住他们几个就完了 就像那个村里上访 一村一百来户 真正有问题的 就那么三四家 保护孩子的安全 这个事还是很重要的 在饭车上解决不了问题 得落实下去 有专人负责 李当部长 这个事你抓一下 是 昨天晚上我去陆前乡 参见了他们的围露夜换 这一条路上 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大小小的矛盾 不输村子就能解决 这要是能在全县推广 新访局的压力也能小不少 那好 冬风 得请你来友吃饭了 陆全乡是把干部和村民 心里的那股墙给拆了 彼此之间没有隔阂 我在想 咱县委他院的墙 是不是也能拆了 说实话真要有人翻进来 咱也管不住是吧 那还不如拆了 那样的话我这压力可大了 没了围墙 牵马的放羊的都进来了 你这什么时候进了头牛 给哪个领导给顶了 我可承担不起这责任了 那好东风第一个得疯啊 可不是 小阳 你看看政法委的张书记 是不是站在门口啊 现在小哥书记说要拆墙 不敢进来了 吓他了 干嘛 没有 太棒了 有没有 真是 也不坏了 还稍Can 站在那么多 蓝线的讲话稿 直接一点 把昆南写足了 我们是受害者吧 改完了再给我看 行 责任主体确定了吗 污染源早就找到了 这证据都在 公对公私对私的 接触了好几回了 问题是蓝线那边 他一直就这么磨磨唧唧的 这上游他要是不配合的话 咱们下游干照机呢 也没办法呀 去一趟 先把李树尽党 如果沟通不了 那我去市里发言 就直戳废管子了 就是因为上游的 那家化工厂 我都去实地看过 罪魁祸首就是他 那么粗的污水派水管 紧挨着咱们县界 这蓝线他就是故意的 这个化工厂 是人家刘县长的 挂点灵溪企业 蓝线的纳税大户 这市里的领导 有的时候也是 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么一个有背景的被告 在当地要严肃处理 怎么可能 反正他们也是托字诀 这个监测数据准不准确 这赔偿责任怎么界定 谁有资格认定污染源 谁的检测结果更权威 法院到底是相信谁的调查结果 这都是问题 一比比的糊涂账 我就怕 上边调查组要是查下来 反正陷害板子的肯定是咱们 蓝线才不着急 你看吧 过去之后啊 还是得跟咱们打太极拳 你那个养猪户的河道排污问题 这方案早点拿出来啊 那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啊 交通安全法 第二节地 给我压点水 第二节地 二十二条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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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 或者过度疲劳的 影响驾驶安全驾驶的 不得驾驶机动车 第二十三 孩子 你也别念了啊 我听不懂 让开 你也别念了 十二 你看啊 这下面还有 驾驭出品车 应当使用驯服 并且可控制的牲畜 穿行横过道路时 驾驭人应当先下车 后先引牲畜 不能大意 第二 去 去 去哪儿啊 过啥马路啊 你都没抬眼看看 我这院里有个大牲口吗 还冲几车 十二 我 您也别跟我说了 待会儿宝贾回来 你跟他说 我听不懂 农家普法的都得念 我从您这儿走了 一会儿还有两家呢 对了 十二 一会儿我念完了 您在这儿给我签个字 又签字 那来一次得签一次 你看我这一手面 我咋给你签呢 你帮我签一下呗 不能帮你签 那本人签字 不能带签 什么干吧这是 你要不您洗洗手 你们自己看看 这是什么呀这是 我说你们这个乡镇的 能不能不要鼠蛤蟆呀 我戳你们一下 你们动一下 你们能不能先找到 污染源在哪儿啊 就像这个管子 你得先找到这个 低漏处 你才能去补它嘛 要不然这不是白费劲吗 好的 马上处理 领导批评的对付 县长啊 说实话 我来之前这条河呀 比现在还脏还臭 话说回来 环保这个事啊 确实是个无底洞 心里这两斤挣的钱 都填进去了 关键是一点水花 也看不见 一定要 接下来 先يع 好